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忘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忘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各位同心 这节课由我们大山隔离讲师来带来演讲 请大家掌声欢迎 如果我们要把 过去几十年来台湾民主运动做一个结论 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台湾人在做什么 说跟我们一句话 就是中国和台湾都要跳开 分得清楚 你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认同不一样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反映出我们真的是什么人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中国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台湾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这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你不是说我选中国还是选台湾 如果这认同错那时候 所以产生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 你想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不是 你现在政府 现在国民党的中国人都结局官 在这边 村里所有的台湾人说我们站在这 但是台湾只是一个地方 它不是一个国家 你一定要问下一个问题 我先不要说那么多 最近我有一个学生来找我说要学画画 他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有点担不担心 你都大学 都教育很好学 都出国念书 我到处去旅行 去坐邮轮 去看什么 日子很好过 但是我说那你来学画画做什么 不知道 这样去玩还是觉得很空虚 想说来画画一下看看 画画之后我告诉他 不好意思 你还是画不下去 他说我还画不下去 我说你的问题处在哪里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他现在画画 注意到最大问题的时候 还没有找出来他自己到底是谁 所以他有那种空虚的感觉 你知道这种空虚怎么产生的 我先跟你说一件事 但是我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比如说你出习的成家 担厨 你从这里担厨 所以你从小学生 本来是一个女儿 你出习以后你是担厨的人 你就有一个identification 就是ID 你有一个身份上的灌在你身上 对吧 你几世人都是担厨 所以你一辈子就有这个责任 因为你这个身份产生责任 你都要有像大孙的样子 对不对 你想办法让这个家族更好 比国家昏昏起来 对不对 你有一个责任 come with这个identification 你就想办法做得好 待会做得好 人家老了要死了 那时候觉得我这一生的责任 我尽到了 我觉得很满足 可以死了 是不是这样 对啊 所以这就是在一个ID的重要性 ID这个人的身份会产生什么 responsibility 会产生责任 因为你有这个身份上的认同 产生了责任 责任把它满足了 你觉得满足你就快乐 happy 满足 你就觉得你这世人 这世人满足了你该有的责任 你觉得很困惑 才会快乐 但是你如果说 我这个责任没有满 当你要走的时候 会不敢玩 对吧 会觉得不甘心嘛 还是说都有钓在那里 好像我这件事情没有完成 我没办法去 对不对 这我们教人很清楚 现在问题来了 我这些学生 照理说他的责任全部满足了 我说为什么又跟他抗议 我说你可能还要再去找你 真正的认同是什么 因为你过去你想说我只有一个 老婆 我给你娶得好 老婆照顾好 这样就算了 他以为那个已经满足了 可是等到他真正面对 都尽了责任之后 还不满足的时候 问题才来 什么问题 我说你可能 要重新再去找你的真正的认同是什么 可能你错过了 错过了 因为我们来到世界上 不管是担心的大孙 我同时是我们太太的老公 我同时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我同时是学校的教授 我同时是公司的辛勞 我有很多的identity需要去fulfill 就是去满足 我这都做得对 我才有感到不完结 要缺一项我就感到害羞了 所以现在台湾人 好 你按照你本帝的身份 你跟中国人说No 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还缺一项 所以即使你现在减着 说到叛选项 你台湾人说叫做一项 跟中国人换一项 你还要用中国人的 穿中国人的衣服 教秘书员说 带着中国人的小鞋扣 因为你 你那个国家 你用人的 叫做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是台湾的国家 我们真正的国家不是这个 这样我们就要来找 什么才是台湾人真正的国家 因为台湾人 我没有佛的人说我们是台湾人 但是你到底是哪一国的人 你不能叫别人的ID放在你的身份上 你明明就是那家的老爸 你去做他的老爸是什么 去照顾人的姻 照顾人的太太 你每次去 所以你要找回你真正正确属于台湾人 你真正的身份到底什么 认同好 来 我先说这个 台湾使节嘛 其实 在过去我们去年有一个游行 这个游行定了一个调 这个调很重要 因为这个 过去台湾人还在寻找的 那个身份认同给他挖出来了 什么身份 就是这个 哪有这两只 这个是什么 我跟你说 台湾人现在真正的身份 不是中国人说你是中华民国人 绝对不是 你是台湾人没有错 但是我们有一个身份挂在我们上面 我们叫做什么 被占领者 中国人是什么 占领者 只有把这两个身份给他挖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 过去跟中国人 建议的做事情都有不同的方向 我们是为了这个土地做事情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吞塌这个土地 做的方法都不一样 认同方向也不一样 因为想办法给台湾人搬去中国 去照顾他们的人 我们台湾人想办法 占领者照顾这个所谓 不要让他们污染 不要让他们破坏 那些人不一样 你如果是一个人 照你的心要一样 为了这些土地一起来打拼 那些人不一样 我告诉你 就是这两个人做得不一样 就是这两个人做得不一样 就因为这个土地里面 有这两种人 不好意思 这两个身份的人 人们做得不一样 我们过去弄错了 我们想说我们是沾领者 以为我们是中华民国人 这也造成一连串 几十年来 大乃乙滹杂的事情 这就要慢慢 因为我们是初级班 所以我要介绍 就要帮帮说 你们帮帮接听 这问题来 没有错 应该让流行 把台湾这个土地的性质 涂显出来 旧金山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待會兒再改水 跟台灣這個土地有關的 美國還是這個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來 下一步 現在問題是說 來 我就要改水這個 下一張 這是什麼東西 我剛才說佔領的什麼叫做佔領的 什麼時候會產生佔領狀態 就是本地你是剛愛這個土地的人 但是你因為戰爭的關係 你打敗了 所以不是相對這個土地的人 不是在你裡面跟你借 那又是佔領狀 所以佔領狀絕對不是這個土地的人 對不對 這個土地的人絕對不是佔領狀 這套這個邏輯 一定是外面來的人 我們過去台灣人 那幾天都叫佔領狀 從來沒有當過佔領狀 都是比佔領狀 所以你的腦袋的輸送 都是比佔領狀的輸送 所以你想不清楚 為什麼佔領者要怎麼做 來 再來 所以我們來研究看看 什麼叫佔領狀 佔領狀就是 說一個簡單的 過去的佔領者都是強國 才可以佔領別人 比較強的 有說弱國可以佔領狀 那不叫弱國 強的才可以佔領狀 給佔領狀 佔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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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他要愛什麼 他要愛土地 資源 人民 我先衝土地好了 他要愛你的土地 除了上面的東西好看 還有什麼 戰略資源 阿伯這個土地可以影響什麼 所以以前美國打贏西班牙以後 拿到波多利哥 關島 古巴 很多地方 但是只有古巴這個地方 到後來只佔一個小小的地方 叫做關島那摩灣 其他關島整個就吃起來 這個古巴的地方只有關島那摩高 因為土地太大了 你如果佔那時候 你要花很多資源去照顧土地 但是你只要一個關島那摩灣 就把古巴控制住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佔那裡還有一個想法 他說我在佔新的地方 我要用最少的力氣去管理它 但是獲得最大的利潤 對不對 那種行李也是這樣 我如果去買一間公司 我還花了很多錢 去管理 我真的很累 吃飽太多 我一定要花最少的錢 花最少的力氣 把這公司賺的 盡量的賺錢 對我有利 對不對 合理 所以他現在 他這不需要你的人 說一下跟壞掉 你去用這個人 變做他的人 會怎麼樣 他就有責任要照顧你 所以他最好的什麼 跟他都沒管理 所以這個 管理的方法 就是用最少的力氣 來控制這群人 怎麼樣用最少的力氣 透過什麼 Agent 對不對 你一定透過一個管理公司 讓你管 那老闆跟我們親身來管 那麼多時間 那麼多力氣 沒有 我請一個勤力給我管 我給他薪水 他夠時間把這公司賺錢 給我的戶口 戶 戶頭 對不對 很簡單 這就是 責任要做的事情 責任要責多久 我跟你說 責任的人 想要越久越好 我好不容易打贏 仗證 我哪有說 責任就要走 我利益就不夠 所以贈領者都想 永遠佔領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出來 在國際法裡面有個規定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但是沒有規定 這樣可以占多久 所以99年加90年 他就簽下去 我現在在說佔領者在想什麼 你們在這時候 可能要挑到佔領者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再來 一個人民 想辦法幫你努力 不用負責任 你不能做我的國民 當我的國民都有benefit 有很多好處 我想辦法幫你模糊 再來 除了錢 天然資源 這些都說了 現在來了 這佔領者請一個管理員 這個管理員是什麼 我們是比佔領者 我們讓佔領者去佔領 我們當時比佔領者 你知道嗎 我還沒進入歷史之前 先講比較簡單 我們台灣本來是大日本帝國 我來戰敗了 我們屬於美國 所以美國就派軍隊 跟我們簽領 但是他不直接派 他叫中國政府來提他簽領 因為他們是同盟國 代替佔領之後 這個代替者就變成什麼 代理佔領者 代理的 Agent 他是一個Agent 但是不是 他本地不是他簽領 真的跟台灣 跟日本打倒的是美國 不是中國 中國怎麼有財政 跟日本打倒 那邊就讓日本消滅的人 哪有可能變戰勝國 所以有很多人說 他是戰敗的戰勝國 已經被打敗了 但是因為他跟這個合作 所以就走來這裡 現在問題 這個簽領架透過一個叫做AIT 來管理這個代理佔領者 還有一個小小組織放在那裡 所以最少的人力 就能控制這個代理者 你知道嗎 現在問題再來 簽領架可以英文和簽 不能轉移主權 但初級辦 只要選兩個概念就好了 一個是佔領不宜轉主權 第二個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我們記這兩項就好了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但是你可以在地合法 現在問題來了 要代理佔領者可以站多久 我知道你這個可以在地合法 但是代理佔領者呢 有沒有時間限制 我告訴你 不是時間 是條件限制 什麼樣的條件限制 當我派出去的經理 去關那個公司 這個經理出什麼問題 給我監守知道 我叫你給我賺錢 結果你把你A到你自己的口袋裡面 我是不是會把這個A全換掉 你這樣想就好 現在是美國 這是中華民國的代理者 你要管台灣 你要監守知道 我一定把你換掉 對不對 還有一個情況 你這個代理者 這給你給它弧作非為 做犯法不當的勾當 我也會把你換掉 這叫做條件式 第一個條件 黑錢 第二個條件 做犯法的勾當 這個中華民國 在台灣有做犯法的勾當嗎 很多 我數給你聽 沈蔡公就知道 第一個 戰理不遺傳主權意識 不能改善你這個土地上的人 原來的系統 結果他把我們 最早開始改變我們的國籍 這就是國籍的 說所有台灣人 日本人都併作中華民國人 發我們ID 發我們身分證 這就是已經違法了 違反什麼 違反什麼法律 戰爭法 國際法 也對 就是你簽訂才有一個規定 你不能改變被佔領土地的書館 包括語言 他把我們的語言也改 那時候不准我們說台語 對不對 所有人都要講北京法 因為中國的那不是國語 那不是我們的國語 那時候我們北部都是日本人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這個代理者 還有上海的一項 他這個佔領者一定要把他趕走 你做什麼事情 我佔領者最起 這個委託者最起 老闆最起 是什麼事情 你把我講幾個要吃掉 你知道嗎 現在媽的中華民國 就是要把你整個美國跌的地方 變成他的 所以他想 這個中華民國要有就地合法 這才是問題所在 最嚴重最嚴重的問題 對不對 他要讓中華民國在 變成台灣的合法政府去 變成他的領土 現在媽的叫做每一天的事情 都是在做這個 跑去什麼島上宣 不是他的土地上宣告說 這是他的主權 對不對 有美國跳出來指責 走在美國去升他們中華民國旗 美國國務院馬上出來打槍 我哪有跟你相信 我美國從來不承認你是 在台灣的合法國家 不是一個 你實際 台灣關係法底下的台灣治理當局 是我的辛勞 所以你想到要把我公司吃起來 要把台灣各地吃起來 變成你的 怎麼那麼好 還做什麼事情 他違法的事情還多 把我們的小孩子抓去當兵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當兵 military conscription 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我不要講英文 就是 徵兵這個動作 誰可以做 你知道嗎 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國家喔 才可以對人民徵兵 你中華民國是流行政府 走來這裡徵大日本帝國的兵 去做你中華民國的兵 是什麼 是不是馬上就違法 還要害我等一下說 他還跟美國人抓去做兵 抓去做中國兵 來 這上海就是要把台灣吃起來 他做的每個動作 就是對台灣人民洗腦 跟他說你是中華民國人 發你ID 發你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就一步一步要把台灣吃起來 對外宣稱 讓大家把台灣跟中華民國混在一起 這都是過去做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經理開始出問題 他把你撲去 馬上送到中國都知道 美國你怎麼不知道 你國務院那些人怎麼不知道 知道 誰都說在比 我們就問他對不對 再來 這樣就很清楚 我跟你講這塊土地 當我們把這個ID 認識台灣人的真正身份 挑出一部分出來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們對所有事情就一目了然 這樣說起來 過去想說自己是中華民國的 國民死的人很可能 使得錯誤的認同裡面死去 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還想說自己的祖先從中國來 現在清明節他們要掃墓 我們慢慢講 回到這個 我剛才講了一個東西 我剛才除了跟你講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產生這個的時候 是什麼原因底下產生 佔領跟被佔領 戰爭 戰爭 所有人類戰爭 說穿了只有一個字 叫做部落戰爭 所有 世界上所有戰爭 到外面都是只有部落 Tribal 不管這部落是大還是小 所以就跟你再講另外一個故事 所有人類 從以前 以前以來 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在存在 部落是什麼 Tribe Tribal Warfare 部落的戰爭 部落跟部落修台子 都會做什麼事情 不是 部落跟部落 怎麼定義 就是幾個家庭 以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飲用水的範圍 還是什麼 種植的範圍 來圈出他的領 Territory 對不對 這個土地裡面 是他的領土 任何其他的人 如果侵犯 他就可以打 沒有錯 每一個部落 都有他自己的領土 部落跟部落 燒土地怎麼樣 燒台 不是比較打而已 是台 也不是只有台 有兩個選項 除了修爬 又覺得這樣 合作會變更大 除了修台以外 還有一個選項 就是變更大 為什麼要變更大 這樣沒有人敢欺負你 對不對 隔壁那個更大的 在等著 我們這兩個合作會 跟他爬 他就不敢跟我們爬 沒錯吧 所以這個變成人類部落的 發展方向 越角越大 所以部落變多了以後 變成什麼 Kingdom王國 日本有什麼分 中國也不同國 歐洲也有 對不對 都變成Kingdom Kingdom更大 United Kingdom 大英國寫 就是不同的Kingdom 跟著會 United Kingdom 德國以前也是 普通是各的不同的城邦 跟著會 對吧 歐洲荷蘭本來是 City State 後來也是不得已成為一個國家 美國United States 對不對 這個國家越比越大 還不夠大 還跟著什麼 聯合國 把不同國家組合 又更大 所以聯合國變成一個 很多國家集合 為了共同利益所產生的概念 對不對 一個組織 好啦 講到這個 部落在戰爭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這個基本的概念 過去我說 抓到什麼 把你抵掉 過去都全部殺光 有些通信說 許老師你講得太誇張 現在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錯了 你現在看過敘利亞 是不是這樣殺的 是不是 這就是部落戰爭 那時候就是過生的 把你抵掉 小朋友 大人 男人女的全部殺光 動物的殺光 裡面根本就被灰燭 你現在親眼 每天看電視就可以看到 在發生的事情 來的是斬首 頭把你抵掉 那就是部落戰爭 沒有特別殘忍 現在還在做一樣的事情 美國去打 德國去打 全世界都去打敘利亞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那個不是我要講的 那我們繼續講 部落戰爭之後 會產生什麼東西 通常你抵掉 發覺這樣不對 我如果把你殺光 我土地變大 但是我狼病少 就要灌個更疲,對不對 所以黑乖 什麼事情 阿爸要抵掉的選擇性 我只是把你男生 比較用的 比較聰明我才抵 如果村子老老父老 我把你牢牢 牢牢做什麼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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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要做什麼事情 每天就是做什麼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調舞 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說一個 這個詞 叫做支援回收人 我以前幾年前 Coin Coin就是裝在一個新的名詞 講出來 叫做無頭人 無頭的人 你本來有頭的 效忠你的部落 現在你把我整排的頭 鎖起來 沒有效忠對象 來我這裡 替我做事 叫做無頭人 為什麼叫支援回收人 就是你本來要把氣質 Discard 就像本手一樣的人 我把他繳當中 去使用 叫做支援回收人 不是去使用本手的人 是人好像支援回收屋一樣 我們叫做支援回收層 叫做香港 不是 香港以前中國輸給英國 英國自己占 占99% 英國來的時候 還會去 去疼香港人買 把它當做奴隸 我讓你這個城市 建構一個商業系統 中國以前是封閉 我就透過香港跟你做生意 所以香港就繁榮起來 賺到錢 總督總督又搞好英國 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的支援回收人 都沒有效忠對象 只每天就是 努力的吃飯睡覺 站過票買東東 這就是支援回收人的典型 九七進行 中國要收拾回去 香港人下四名走 移民紐西來伊林加拿大 移民到英國 但是不管你怎麼 比較沒財庁裏 就是說保持在香港 比較厲害的移民到那邊 那邊當地還是沒有投的人 你還是一個資源回收人 被當地的政府或國家 所使用 你沒有效忠對象 所以這人到處買房子 你去問台灣人 到處買房子 那就是資源回收人 就是沒有效忠對象的人 跟土地沒有結合的人 世上就還要住 瑄教也要住 没有他们都是资源回收人 这种没有投没有效忠对象 就是每天辛苦工作睡觉 然后死掉 一代传一代 没有历史也没有传承 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这些人在全世界哪里都可以活 他就是一个产出生产工具 真的是资源回收人 没有投那种人是没有历史观的 他的概念里面也没有历史 没有传承 也不是个土地跟他没关系 他还要去中国做生意 去贪钱也走了 部落战争在征服对方的时候 都会用什么统治手段 我跟你说 把你沾了 为了要把你管得更方便 他会做几行一定会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 宗教语言信事 第一个 过去中东地方收台 都是把他的心搬出来 因为一个部落要维系他 不光是政治手段 还有宗教的手段 让他们相信一个神子 所以修台一直都会把心搬出来修台 台后若输的 他就会把心修掉 因为贏的 你的心比较厚 不准再拜了 你来我这边 怎么可以让你再拜以前的神 你有一天会跟我换 对吧 同样 也不准你讲以前的语言 你过去的议演不对 你还说自己一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在那边计划模反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没准你再说过去的字 现在都要贏我的 你家贏的人 你都要去贏他的字 还是他就贏你的字 你有从东南亚引进的费楼 还是运用 你都要学印尼化跟他沟通 不是嘛 他要学你的语言来跟你沟通 你知道吗 这是跟雇主跟雇员关系 更何况是部落跟奴隶的关系 根本就不算你说你的位 再来什么 姓氏 你现在我们台湾人的姓 都不是我们台湾人本地的姓 我们是并不可以跟高山座的后代 我们的姓氏系统 不是中国人一头 所以你也没信担 你也没信念 那都不是你本地台湾人的姓 那都从中国来的 当时来的 就是以前 我们本来是在台湾这个土地 但是后来的 那些入侵者 殖民者 因为夹带强势的文化 跟姓氏制度 惯性在我们台湾人的姓氏上面 因为那时候 你有留在做群里 只好打扮得像他们的人 所以你以为你做群里面 不是你听话 就慢慢地说 这是过去的 台湾人都在问事情 有什么事情 你们现在有头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过去从哪里来 现在在这里做什么 拜买往哪里去 这是凡骨画的一幅画 凡骨在荒芽那时候 住在大西地街道 吃穿困厚 但是他居然画这幅画 就是说 人就算你吃饱 穿得温暖 吃穿都没问题 但是你还是要回到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是什么人 我这四人是要做什么 都会回到我最先讲的 identity 的问题 你这样才有满足 但是资源回座的人不问 为什么 他是努力无头 无头人不问这些人 无头人对这些事情也没关系 所以法科一定人不愿来上课就是这个 因为他每天只要吃穿喝就够了 这是简单的 因为今天就是台湾史解码 为什么台湾史要解码 因为你过去里面 你的历史观念 都缠绵才把你灌在你身上 为了要怎么样 统治你比较方便 就是这样 就好像你自小子 你大子 想说你是男生的大孙 这句话就还了 你整四人就是男生的大孙 你整四人都为了这些票票 那不是 你结婚当下 你是林太太的先生 哦 你整四人都叫过这些家庭 所以不要小看 人家给你灌的那个名字 那个title 你是哪个公司经理 哦 因为你叫经理 所以你的责任就跑出来了 你知道 因为你有一个title 所以你带来的都很大孔 你都要复杂 我现在要说这个就是这样 台湾过去的历史 简单的一张图 跟你看清清楚楚 来最早四万年 我们的周深来到台湾这些土地 经过几万年的发展 到最近几世纪 大肚王国成立 我刚才说 部落越大越大 大肚王国 那是台湾比较多 再来十四十五十六世纪左右 开始日本 西班牙、荷兰 大清帝国 都从你来 他什么人 他叫做掠夺者 就是要跟人家 因為他長得比較先進 就開始要探索 西方國家就用他的族 塞到台灣接受的來探索 葡萄牙人很會航海 西班牙人 荷蘭人 英國人都來了 要來什麼 你如果好 我要愛你的主婉 我給那個字叫做Predator Predator這個意思就是 說得粗小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要愛你年輕 你漂亮 我要愛 但是你老婆給他丟掉 中間沒有婚約 不想替你負任任何責任 台灣那時候流到胖的有什麼 那就是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態度 好坑的他都會愛 派坑都拌得離離離 就是這樣 叫做Predator 掠讀者 掠讀者之間也會打架 也會唱 唱到要什麼 最壞 這個就是我們的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打敗大清 對吧 本地大清是殖民 把台灣都做殖民地 但是他東半邊又不是他做的 他又沒有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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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東半邊並不是你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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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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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帝可以啊 因為它不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台灣當中有主權 我在日本時代 因為日本人說 右半邊不是一貫的 現在要怎樣 我接到了 人家掛給我 他去問美國 美國發生一個狀況 以前美國也不是英國人 也不是這些從歐洲移民來的土地 本來是印第亞人住的 用什麼方法把它變成土地 所以美國有一個說法 他們叫做部落形式 部落啦 部落就不是一個國家 就是他們在人 他們的觀念裡面的部落不是人 來 趕快盡快就做 我真的來講到一半 所以在西方國家 或者那些大國眼中裡面 台灣人不是人 不是人啊 你是叫通地的一個區域的房子 你不是人 你只是部落形式 你還沒有國際上面稱為國格 那種國家的人 你沒有水準 你就是煩惱 煩惱他怎麼會把你增 透過征服 英文叫做conquer 所以日本人就花十年的時間 薩德哥把他來你知道嗎 把東半邊征服下來 怎麼征服 他透過幾個方法 比如說通婚 他就派他的貴族跟我們高砂族的貴族通婚 通婚之後他就比他人 對不對 你如果不通婚不順番的話 他就幫你打 打給你敗為主 把你征服起來 所以真正台灣的主權是在日本人的 大日本帝國的秋頭建立起來 但是這個來之後不是 跟過去掠奪者不一樣 他真的要結婚 男生追女生怎麼追的 送你花 把你裝得很漂亮 每天送你禮物 請你吃飯 對吧 最後娶進來 對吧 男生追女生這樣 一樣 大日本帝國對台灣是太多 黃明化到處建設 把大日本帝國的建設費用 撥到台灣 建設台灣 教你學日語 學日本人的習慣 最後 黃明化他最後是什麼 在1945年4月1號宣佈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是什麼動作 不要小干擾 這就是結婚的動作 這就是結婚 從殖民地下變成大日本帝國的成民 所以從此以後我們效忠天皇換取 天皇對我們的保護 我們並做他的宅善 成民 行民 所以這個關係一旦建立 永遠不會改變 你已經是已婚的人 你嫁給什麼人 你的老公 就離婚了 那是人的關係 但是一旦結婚就是已婚的人 就是已婚嘛 台灣從此以後就已婚 所以這叫什麼 permanent change 就是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永遠的 過去那個叫做temporary 暫時的 自民地都是這個來的那個來的 看誰的壞 對不對 但是你已經結婚了 他就不能亂出來 所以 即使大日本帝國戰敗 新來的人 你也不能跟老婆亂來 不可以抗爬他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是 我老公給我打敗 我要讓你借掉 但是你不可以做超過 戰爭法有容許的範圍之外的事情 比如說改變他的國籍 擺變他的語言 跟他的名字整個都換掉 說這現在是我的老婆 現在是我的人 不知道這樣 這其實都建立在自然法 我待會兒慢慢講 再來 他這次就自己怎麼樣 現在問題說 美國我輸給他沒有錯 想說現在是中國人來講 很簡單 他就是找這個 代理者 過期找他那個女兒 再一次找他一次 很要求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跟你說 因為以前大日本帝國的系統太強了 他還沒把美國打敗 所以現在進來的目的 就是要破壞你原先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怎麼破壞 用那個三流的國家來治你就好了 末流的 中國那是末流的國家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末流 中國全壞啊 不是走來台灣 不是末流是什麼 連中國人都把的東西 我們現在叫來用 就是這樣 但是 現在我們有法例 把這個人趕走 因為台灣民政務的法理出來了 他們都要走 但是走一陣 台灣人一頂人 下死命 我會給他走 什麼人 我會說這個 愚虐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愚虐 建構在謊言的基礎上 產生的政權 愚虐 現在中華民國流行政務 台灣不是他的 離開他原先有的領土來到台灣 台灣是外國地方 你是備戰領地 中華民國憲法至今領土部分 沒有包括台灣 他也不敢寫進去 對不對 這也不是他的領土 他是流亡政務 是歸政官 來 這個比較深 待會兒再講 現在問題來了 台灣民政務幫你抓到兩個主軸 過去無關台灣人怎麼吵 覺得要兩怕事 台灣人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沒有懷疑你們是什麼人 台灣人說我是台灣人 好 這透過什麼來證明你是什麼人 By blood 這叫做ethnic code identity 就是你在種族上是什麼人 台灣人沒有錯 透過什麼方法 血 你身旧上面流的血 決定你是台灣人 對吧 所以林瑪麗的疑心 我在做血液研究 你跟中國人一樣 因為抗體都不一樣 裡面的DNA都不一樣 你就是台灣人 我們是中國人 我待會兒再說到最少 另外一個部分 你是台灣人沒有錯 但是你是哪一國的人 我一開始跟你問 你台灣人沒有錯 沒有人會跟你懷疑 但是你只有一國的人 你說不清楚 對吧 我告訴你 My law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那是丁蓋我們結婚的對象 就是你從此以後 已經是日本人 無關你建牌還是怎樣 你都是這個國籍的人 不會改變 除非你自願放棄離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住在這裡 你就有一些人 你建牌還是這個人 對不對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占領者會不會變成被占領者 不會嘛 占領者會不會跑到 占領別人的土地 然後變成被占領者 不會嘛 被占領者會不會變成占領者 也不會啊 你本來竟然占領 我是怎麼變成占領者 不可能嘛 這個身分是不會改 不管你傳幾代都是一樣 比占領者的後代 還是比占領者的後代 還是比占領者的後代 還是占領者 占領者 都是這樣嘛 世世代代下去嘛 因為改變這種情況的條件 沒有存在嘛 除非你還跑到他們的國家 你還不知道 因為你已經戰敗國 你已經是被占領者 沒有那種打仗的機會 但是你的國籍就是 根據什麼法 根據法律 你是哪一國的人 根據法律 你已經結婚了 你是什麼人的人 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台灣人不能為了 買飯給你們祖公祖母都出賣 等一下我聽我說 來 看一下 這是什麼 你們知道國家地理頻道嗎 National Geography 國家地理頻道 蠻有錢的一個頻道 國家地理雜誌 你們上網可以去看 他們做了一個project 我們現在都知道 財產 領導財產很多 幾個百億 等分後 突然之間幾個女兒走來 你們把電話放到頭身 我也要來分 可以嗎 可以嗎 當然也可以 他只要證明 他是這一家的孩子 當然可以來分 但是 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證明 你不能說 過期你們爸爸在那裡酒店 在那裡生的 不好 那是叫做公告書 現在用什麼方法來確定 你是不是他的兒子 嚴肥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血液不能改 所以嚴肥最準 因為看裡面的DNA 跟你爸一樣 因為人在傳宗借代的時候 會有一件事情 怎麼樣 DNA會複製 染色體會複製 對不對 爸爸一胖媽媽一胖 跟他們生的兒子 所以你們家的兒子 你要長得像爸爸 要不然就像媽媽 對不對 你要像隔壁鄰居 就怪怪的 對不對 一定會有問題 對不對 要不然女生 阿公阿嬤都可以 這兩個家族的人 你要像 因為你的DNA 繼承那個 對不對 但是DNA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一件事情 突變 所以你在match的時候 歪掉的話 歪掉了一瞬 就有一個記號 這個記號會 所有你的後代 從這邊出去 都有一個記號 所以用這樣來倒推 人是怎麼來怎麼去 這樣知道嗎 這樣知道嗎 現在不用厭血了 現在用Q-tips 就是棉花棒 在口箱刮一下 丟到實驗室 不用幾天 DNA排序幾億對 啪 都跑出來 現在都是科學都是這樣 所以國家電理頻道做了 全球抽了80萬樣本 現在還要一直增加 80萬 最全球的人 你只要把口箱刮起來 寄到信封 寄到那邊 一千塊美金 他就給你掩 你什麼人什麼政 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都會跑跑出來 厲害吧 所以他最後把這整個 所謂叫做人類牽涉 就給你揮揮 人們從哪裡來 你給我看到嗎 我告訴你這是箭頭 這箭頭最尾的到那裡 你會不會看這個圖 你會不會最圓頭 所有箭頭都來自於哪裡 可以看嗎 哪裡 我來看好不好 你會不會看地圖 所有人類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人類沒有例外 都六萬年前從一個地方出來 這個地方叫什麼 東非 黑的地方照出來 現在所有人類 你聲音上流的血 DNA 證明你都同一個源頭 六萬年前出來 你就做一個想像 有人說 學老師 你會講得很 我想要知道台灣人對都要採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沒關係 我們來做一個東西 叫M174 M174這個編號的路線圖 對於這個出來之後 頭上一部 走到哪裡 接收到哪裡 你這樣子可能聽了會打瞌睡 我想像一個故事好了 一床 從非洲出的人 沒出的一床 可能幾千幾萬人吧 走走走走 不知道什麼理由 什麼理由 要離開非洲我不知道 但是他離開了 離開的時候來到南夜門 有人覺得這麼不錯 所以就變成南夜門那人的祖先 有人不喜歡繼續走 走到哪裡 印度 對嗎 再來就去印度 這裡是印度 有的人喜歡 留下來 不喜歡就變印度人祖先 繼續走 走到哪裡 有人說 那是要怎麼走 我告訴你 你去看Google Earth好不好 這叫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告訴你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深藍的地方是以前海的位置 後來海水上升 所以你現在去台灣海峽去搖 可以搖到很多以前的考古痕跡 最近台灣 不知道是台東的什麼村 跟英國同樣的時間 那個死前時代的九頭 騙起來 跟英國那是一模一樣 那復活島上面很像 不敢相信 待會兒看了我那個你就相信 來 以前的人只會走路 可以搖飛洲走到南美洲 先跟你說 來回到這個圖 再來走那裡 到印度的時候 繼續往哪裡走 馬來半島 對不對 爪娃馬來半島 再來還走那裡 這裡哪裡 來到這個地方 對嗎 為馬來半島來到台灣 對嗎 再來呢 再往前走走到哪裡 日本嘛 日本走完走到哪裡 蛤 有這麼多 俄羅斯跟朝鮮的半島的北方 有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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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走到中原地區 到西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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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祖先 所以你現在可以追 所以韓國人看這個圖很高興 我們是你們中國人的祖先 你們中國人的祖先 一步就韓國來 中國人去到買市 對不對 問題是韓國人是講真話 DNA一研究就知道 中國人有一部分的祖先 從韓國去的 事實啊 科學證據啊 問題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可以看嗎 你們有沒有看圖 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嘛 日本人從哪裡去的 台灣嘛 所以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他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你們搞錯了 清明節到了 中國人勝中追遠 是追到台灣 不是我們的祖先 不是從哪裡來 你們不要搞錯了 他就要跟我們拜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你知道嗎 你背了 你背什麼祖先 背了你四萬年以來 剛才這個土地祖先 那真的是我們的祖先 我跟你說 不要講這個 台灣都是菲律賓啊 夏威夷 還是紐西蘭那些國刷 那些原住民 都從台灣出去了 從語系上來講 我現在只是DNA就出來了 我們祖先對到哪裡 馬來西亞半島家 馬來西亞半島家 馬來西亞半島到哪裡 就去哪裡 去哪裡 去哪裡 這道科學證據 沒有載到騙 所以Dr. Spencer說幾句話 就很差別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 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是用人去編的 不是一些考古 挖起來才編一個故事 hypathy去見口 製的 你身體上面樓下 告訴你是誰 這樣好不好 車學證據夠清楚了吧 所以中國人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誰跟你是中國人 他們說你們都是中國人 請你把中國人的血液 定義出來 定不出來嘛 對不對 全世界沒有中國人 你知道嗎 中國人是一個政治名詞 沒有那種人叫中國人 你真的不是說 什麼叫中國人 他會跟你說一堆 漢南門徽掌描 給他念 對不對 念到六十幾層 意思就是說 在中國這 說得太厲害了 一堆人 這個土地有什麼土地 有什麼人 有從歐洲 有沒有 這厲害的黑海 對不對 有上面 歐洲北歐的人 竟然有從蒙古下來 從印度上去都有 對不對 所以差不多在三萬年前 有十幾種人 來到這個土地上 互相打仗 互相部落戰爭 跟你吃來吃去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不敢講 中國人是雜種 對不對 中國人是道道地地的雜種 相對比較蠢 是因為我們在這個土地上 沒跟外界接觸 我們是到十三、十四世紀 在開始去用探索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科學證據 中國人是雜種 你把麻他還不開心 我就問你們中國人什麼人 你說看 就有點一堆 漢馬門會藏名 對不對 那些不同族的都是中國人 對不對 所以那是定義出來的 沒有這種人 如果這種人請把DNA定義出來 我們科學證據 我也找你的會 跟你對看看 所以如果是這樣 也沒有客人的會 對不對 沒有客人這種事 你現在講什麼人 都是因為他語言 他講的會來決定他什麼人 不是用他的血 所以那時候中國人說 好啦好啦我們不講中國 我們講華人 什麼叫華人 講華語叫華人 對吧 沒錯吧 講華語叫華人 那我請問你 那講英文是不是變英人 你們邏輯嘛 你們用邏輯嘛 你們用邏輯思考 你跟我說講華語就是華人 你說客人就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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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笑人 對不對 我都有押韻耶 對不對 你講英文都是英文 所以印度人也是英國人 說美國的 美國的 講英文啊 新加坡也講英文啊 新加坡也是英人嗎 不是嘛 所以語言不是定義一種 人種的方式耶 語言不是耶 文化也不是耶 真正定義的是 留在你身上的血耶 老的心股上面會 告訴你什麼人 後來因為部落戰爭 把你灌這個灌那個 我剛才在講故事嘛 部落修台後 會逼你去講他的話嘛 去拜他的心嘛 對吧 對於他的生嘛 你知道嗎 你現在會 現在封鎖的這個四季 有這個科學DNA禁句 跟我們講我們是什麼人 所以我們台灣 以前日本時代 都愛這個土地的人 都是兵部做 和鼓手做的後代嘛 中國來後來日本 跟你南部不對 但是 第一台北部 老北中國來的 老母台灣的翻 南哲學 第一台兵部的翻 一半一半對不對 第二台多少 四分之一對不對 他不知道 再帶一個中國人 再一次的結婚嘛 他都是路線在這裡 再結下去嘛 結下去就四分之一 再來八分之一 超過三代已經沒了 全都沒了 真正的majority還是翻嘛 還是我們這個 翻嘛是應該我們叫 不是他給我們叫 我們是本地 住在這土地上的人種嘛 而且是中國人的祖先嘛 對吧 你知道嗎 什麼 真的 我們這個 就是 要用這土地上的人 如果是 怎麼會有這個 我就是 這土地上的人 你是從那裡 你從那裡 結果都不是嘛 沒有這項是嘛 你真的去查你的家家譜 到底幾代找不到啦 為什麼 世信嘛 以前的房子是在生的 不是啦 我这个怎么证据 这个是时间 六万 五万 四万 三万 二万 一万 时间表 好不好 毁酒菜是六万年 再来这里 如果照我这个土正确的话 结果会是什么 我也当在澳洲 这个地方将近五万年前 你可以看到跟在这边一样的东西 这边四万年 你就可以 台湾就可以看到四万年前的古迹 到中国那时候已经两万一万年 比较没了 没了 对吧 你看看 我们来看考古证据 这个在法国南部 壁画 过去法国人去摸到这个壁画 看到这个 哇 欢迎一下 画得栩栩如生 有没有 有犀牛 有马 还有狮子 老虎 对吧 很滑的 所以法国人看 你知道现在考古要测量它的时间 透过探食室 搬帅器 要久 要知道时间 非常精准 要久 要知道时间多久 三万两千年到三万年前 法国人很骄傲 人类祖先对我讲文明从这边开始 结果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你比较好走 以前考古 以前你发现 其他国家还比较弱 但是后来 最近 就在印尼 印尼的壁画也找到了 对吧 你看 这是什么 这东西是 印尼西亚的沙拉瓦 你看 时间多久 四万年 比奥多久 合理啊 符合我刚才讲的大的架构跟时间图表 对吧 过来 你看 这在哪里 澳洲四万年前以上 这在澳洲画的图 这种动物那时候有 现在不见了 你现在看不到这种动物 很诡异 但是有一个动物跟它很像 叫什么 袋鼠 对不对 袋鼠稍微小一点 在澳洲的 来 现在我跳一下 你已经背掉了 我要继续讲 你们都看过超人的电影 但是没有看过无头的超人 这都回到拉了回 我刚才说的 无头是什么人 部落战争之后叫台头的人 叫做无头人 资源回收人 但是 为什么是超人 就是说你没有效忠对象 但是你功能强大 你知道吗 你有超人的功能 但是你没有效忠的对象 你不知道要效忠的对象 香港人功能强大 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没有效忠对象 所以香港人 中国人就线了 那些人就走在街上去抗议 因为落后的系统一次 正是很不赖的 记者告诉我们 你们为什么要占重 我们不爽这个 现在这个特首 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特首 他长得跟我们不一样 他哪里跟你长得不一样 他有头 我们没有头 这样意思是什么 特首当然有头 特首是北京派来的对吧 你香港本来中国的一部分 我派一個特首給你管 你過期還用駕派輯 我現在就駕哪一個人 所以香港人本來就是中國人 你駕駕到錯誤認同 像駕英國人覺得很高一等 現在就跟我們管 乖乖乖 所以他現在想辦法自己獨立 搞什麼香港民族沒有那種事情 你覺得中國人就回到中國系統去了 你真的怎麼生氣也沒辦法 因為他們是資源回收層 現在就是功能強大 香港在某些方面的確說 金融業什麼都是功能強大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再來 戰爭以後產生大量資源回收的人 簡稱這群無頭人叫做Armen 不要講他沒有頭喔 沒有頭的人有記憶力喔 你不知道喔 沒頭人有記憶力 你不知道為什麼 黃色小鴨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作畫記三個月就是三個月 洪中秋三個月就是三個月 什麼意思 媒體就是他的頭 媒體有報他就記起來 媒體沒有報他就忘記了 你知道嗎 資源回收人就是 媒體是他叫他去買什麼特別的 牌子的球鞋他就去買 去聽誰的演唱會他就去 叫他去看黃色小鴨一堆人就去了 完全不知道他在幹嘛 還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他是媒體是他的主導者 所以媒體是掌控這群人 所以所有的國家 要掌控他下面這群人 用過媒體就好了 中華民國也是透過媒體 掌控台灣這一個無頭人 媒體幫你洗腦啊 說你是中國人啊 說你昨天剛才來了 叫你去拜啊 叫他過夜的這集啊 新年過中國節啊 很好笑嗎 農曆新年 這就不是我們的節日啊 再來 你們現在喔 你們來這裡台灣民進府 我們要訓練成為官員 四千人 美國說訓練四千人 四千人要台灣人來找出來 以後我們是 我們是台灣民政委 按照戰爭法底下成立的台灣民進府 就是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組織起來的 專門負責民事方面的政府 都要台灣人在賽 除了這個我們就要有特殊訓練 就是你要知道人工 你是什麼人 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分 就是比什麼人 你不去人工中華民國 你早就在這裡做官 但是你來的當中各位 誰人有關給超過一千人以上的公司 有沒有 你們在座有誰管過超過一千個人以上的公司 沒有啊 上次有一個台商局所說我超過一千人 台商 我說這樣還不夠耶 我說為什麼還不夠 我說你們來了以後 可要管這麼多人 我給你看照片 給你驚一下 我那個照片不見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找到找不到 不行 我說你們看到光了 待會再給你們 我待會給你們看照片 你們現在平均一個人要管多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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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萬人 2400萬4000人去管 我們平均一個人60萬人 你過去不再刮到超過一百人公司 總共叫你管幾百人載掉我 要怎麼做 做不到啊 你會不會覺得很自卑 不用擔心 歐巴馬也沒有管過三億人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歐巴馬也沒有當過三億人的總統過啊 他是不是最容易做總統 所以是什麼 制度嘛 美國政府每年拿 國家政府薪水 超過三百萬人 員工喔 公務員喔 三百萬人 你怎麼短短的時間 可以突然管三百萬人 有系統的制度嘛 美國總統直接可以親手任命 三千個官員 它裡面有不同部門 又是核心幕僚 白宮幕僚 外面在管三千人 三千人在管什麼 三千個人直接任命 一樣 大民進入也是按照美國的系統 但是你要不要接受訓練 那你怎麼去管人 先教你一個方法 因為以後到你們到那邊上高級班 還有之後的直接訓練 是不同的教法會比這個更複雜 再跟他講一點 去那邊都讓人家 英文喔 我字幕不會再放中文喔 怎麼辦 怎麼上課 趕快加油努力練 他說 當你一使用中文的時候 你已經被鎖在中文的世界裡面了 我跟很多大學教授都說過 他們說 他們要學那個 發覺中文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因為學那個電腦科系的人 他發覺這個系統是美國英文 所以它不是一個科學的語言 你還有中國人說 所以你去Google一下 你在Google上面打一個日本兩個字 沒有一個新聞 中文的世界的新聞媒體 沒有一個在講日本好話 全部在罵日本對不對 你只能打日文 要不要打英文 才有真正neutral 就是中立的觀點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資源回收人頭就是媒體 媒體的話 只要是獨裁國家或共產國家 一定會掌控的 它就說黨的喉舌 對不對 媒體是黨的喉舌 發聲的管道 所以媒體都是他在控制的 也當控制你的思想 來 我上課的時候 Keep silent Keep quiet please 因為會影響到其他人上課 來 我要開始介紹 這是一個圖表 你要怎麼管人 第一個把人分類 人怎麼分類 人怎麼分類 我給你們一個標準 它是根據它的disposition disposition就是人格特質來分類 它做決定的根據什麼 來 有三個 這個是什麼 四隻腳的 這兩隻腳沒有頭的 這有頭的 基本上分三類就好了 細分以後再講 四隻腳是什麼 動物嘛 我現在說人 我沒有在講動物 那為什麼有四隻腳 過去高雄 晚上 小小人沒睡 沒睡 騎高度外 飄車 拿武士刀 砍人 好 警察很客氣 搞什麼 年輕人抓過來 問他說 因為人家晚上不睡覺這樣 亂砍人 敢對 你到底在做什麼 年輕人講什麼 沒什麼 送 這句話像人話嗎 他說 如果武士刀給人家 他叫做送 你又不買那個人 又沒完想 這是人話嗎 當然不是人話 這叫動物講的話 為什麼動物講這個話 因為它就是動物本性 動物的本性來的時候 看得到水雜頭會不會送 看得到那個 好吃的東西就要吃 要唱來吃 如果發脾氣那時候 就要出去打 對不對 那叫動物 你知道動物 你可以怎麼控制動物嗎 動物就是靠食物嘛 有食物它就很高 而且沒有食物 它就發脾氣要搶食物 所以你人可以用食物 去控制動物對不對 你可以叫獅子跳火拳 你可以叫鯨魚 海裡面跳出來 只要用食物 就可以控制動物 你知道嗎 這個人就是 用食物就可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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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小看這個人 我沒說它是社會底層 它可能很好走 開的是Ramborghini Varatti的跑車 它可能有私人飛機 駐地堡 但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是不知道還是什麼 對不對 你說這個人 當時他要吃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不管人家什麼 那就是動物 我們社會上很多這種人 所以你一天到晚來吃 有的沒有的 那就是那些人 為了賺錢 無關別人的死亡 別人的吃 別人的吃 別人的怎樣 那都沒有在那裡 那就是動物 動物的性發起來的時候 就是像動物一樣的行為 動物又分 以馴服程度來分三種 越下面越physical 越上面越subjective 就是主觀意識 然後越來越高 最高的 中間是沒頭的人 不要小看這動物 我們社會中 占百分之四十 這兩個人有什麼動作 比如說演唱會 手要這樣笑的就是 所有的商業廣告 都在訴求這群人 情緒把你煽動 音樂把你煽動 你就去買它的產品 它讓你從反射動作裡面 馬上去消費 所以記得以後未來的廣告 一定是讓你得到衝動 看到廣告得到衝動之後 馬上消費那個距離縮短 用手機一弄就買下來了 他希望你這樣子 來 再往上 最上面是有頭的人 什麼叫有頭的人 我先介紹再介紹沒頭的 有頭就是他有效忠對象 他所效忠是什麼 真善美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善的 什麼美的 是他考慮的東西 真理 在有頭的人的想法裡面 沒有真理做基礎的 三根美都是假的 我慢慢講 為什麼在這樣講 過去 你知道熱身療養業 裡面都 都帶什麼人 太高的 什麼是太高的 麻風病 什麼是麻風病 就是你摸到神經 被細菌吃掉 手沒掉了 平衡沒掉 銀衡沒掉 對不對 那種人以前不知道什麼白癱 走到買死 都放到店 台灣人都不會去摸 結果 美國白人 有美國 坐飛機來這裡 整個月 坐船來 照顧 整個死人 幫你換油了 很高又帥的男人 白人 跟漂亮的太太 帶來 又生成人 都在台灣 在台灣 薪水很低 日常生活跟我們一樣 跟我們吃錢都一樣 整死人 台灣人很感心 對不對 有人寫支票 駕給他 駕夫給他 感謝你對台灣做這麼多事情 你知道這些傳教師 拿到手上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街燈鋼又把這個支票送給別人 又捲出去了 你看到哪裡 打他牌去了嗎 他沒有打他牌去了 因為他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誰 效忠派他來的上帝 對不對 上帝叫他來這邊 他就做這個事情 他一生存在的理由 是以滿足 去取悅他的上帝 為他存在的意義 對不對 錢對他來講沒有什麼意義 他當然不在乎 就再捐出去 如果今天上帝不准他來台灣 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者 如果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成德雷莎修女 對不對 端看他的組織叫他去哪裡 他就去哪裡 這種的最好是白頭的 那種也有黑頭的 黑頭是什麼 IS 對不對 同樣是宗教領袖他信錯了 或者信他不對的宗教領袖 他就走歪去了 就跟他一台人了 對吧 所以這是有效忠對象 所以他一生 但是黑頭這是沒頭的人 沒頭的人看有頭的人的事情 看不到 看不懂 比如說 五頭的人是像宗教家一樣 所以宗教在沒頭的人裡面看不懂 為什麼要拜 為什麼有宗教 為什麼有個上帝 所以在沒有頭的人的世界裡面 宗教都是交易 貿易 我再講一個比較簡單 沒有頭的人怎麼看 比如說最上面的人他們講到美 藝術 藝術品是有頭的人在欣賞的 沒有頭的人不知道怎麼欣賞 他要換成金錢 比如說一看一幅畫 很漂亮很漂亮 看不到 這百度上億美金 喔 這樣一定是好的 你知道嗎 沒有頭的人他沒有判斷的能力 他只能說的東西都換算成金錢來計算 宗教也要換成跟錢相關來計算 都要量化 你知道嗎 這是沒有頭的人 我們現在是要做什麼人 要拿來做頭 我剛才講頭是有效忠對象的 你們以後就是這個 有頭的人 什麼頭 要你效忠這塊土地 要你效忠日本天皇 就是回到我們真正的身份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現在要用千百被佔領者 我們有效忠對象 不要認同錯方向 整死人都了不起 那下面管這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都是這種人 那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替下面這群人謀福利 因為他們沒有效忠 我們有 為了要照顧他們 我們設計好的商業模式 好的商業條件 讓他們可以賺錢 讓他們高興 我剛才講資源回收人在香港 英國人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指導 讓他們活得很高興 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責任 但是你要做這種要管理者 就要有頭 有效忠對象 你知道嗎 那有效忠對象的人 就不會被錢所影響 對不對 就我剛才講的傳教士 因為你有效忠對象 你效忠這塊土地 用錢也不能幫你買通 你如果不效忠這塊土地 中國只要開高一點薪水 你就跑去那邊上班了 那對台灣人都跑去那裡 就開始去帶中國母 就嫁中國紅 就變中國人 對吧 因為他們有效忠對象 誰都好 他全世界為家 他只要能夠養活這個家 就是他最終的目的 但是沒有 我們是效忠 但是這些土地結合 屬於這塊土地的人 原來的國籍是什麼 清清楚楚 沒有走過去 來 過來 我問你們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 是希望透過我的上課 改變你的情趣是嗎 這麼多 來 請問一下 真的喔 那有問題喔 不對喔 那老師那怎麼不對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叫大山老師 你怎麼可以說這樣不對 我明明就是為這個理由再來的 我問你有一件事情 你們在座都有交男女朋友對不對 也有結過婚對不對 也有家人相處幾十年 請問你 你每天跟他相處可以改變他 請舉手 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都不能改變他 你憑什麼相信來我這邊上一堂課 兩個小時你就變了 那不對嘛 不合理嘛 那所以你要問下一個合理的問題 我來上課要做什麼 你來這邊喔 明政府只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們要跟著我的邏輯走 既然不是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要來這邊上課 你又不要改變為什麼要上課 大山老師要講道理對不對 我跟你說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本地是什麼人 就是對法理有興趣的 對真理有興趣 對邏輯很 你對是非很在乎的人 在想說我在中國的系統裡面怪怪 不對哪裡不對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知道它不對對不對 你就是本地對這事情 英文叫Discriminate 就是分別是非對出很在乎的人 再來到這裡 開錢來這裡上課 開了時間 對不對 因為你要搞清楚 我是什麼人 我在這裡創什麼嘛 所以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現在只是 過期你的中文發明 那個系統 所以你本地都是假的系統 長不大嘛 因為它給你取假的資料 假的資料 假的資料 所以你覺得怪怪 但是來到這裡我給你發理 我跟你真理 邏輯 推理 你就整個人都挖起來了 本來開始發芽了 變成小書 慢慢長成大書 所以李難民認為我們 不跟你訴求情感上的東西 我們只跟你講什麼 歷史上的文件 歷史上的事實 甚至於我們的案子 現在是在美國法院 甚至於我們的案子 現在是在美國法院 訴訟當中 你如果是假的 怎麼會走到美國法院 老早就被奧子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上市到最高法院 你如果是假的案子 根本就沒有去到最高法院 不可能到最高法院去告 那之後再慢慢講 好 我剛才問了 你們現在知道 那你來 來幹嘛 我跟你講 我在做什麼動作 我在篩選人 你透過我講的課 你被篩掉 如果聽不懂 可以後邊 可以後邊 嘟咕 下魚 你聽我的人 你的眼睛會發亮 所以那時候秘書長 每次都喜歡講說 你們來上課先自拍一下 拍完以後上完課 你會覺得你的眼睛都來起來 過的人都刺起來 都滑掉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發事了 整個法理把你頭腦搞清楚 過去在那些假裡面 眼睛是滑的 那些眼睛是滑的 那些眼睛是滑的 但是你現在看你出來 你外面的新聞報紙媒體一刊 一目了然 你現在可以進到國際社會 去看國際的媒體 不會被它鎖在中國的媒體裡面 會撐起來 好啦 如果說到這個 我要篩選人 篩什麼人 不要壞你的人這次 接下來我會篩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按照每個人能力不同 因為每個人成長背景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的人 是對法理在乎清楚的人 自己能力還要請一批 因為過期你沒有好好在乒 中國人要幫你好好在乒 都他們的年輕人在打得好 都會找 台灣人欠財 現在 在我們的眼光裡面 什麼才叫做精英 你們就是精英 對法理很清楚的人就是精英 你找一大堆對法理模糊 不叫精英 搞不清楚嘛 對吧 來 再問你們下一個問題 小心回答 你們會害怕 但是沒有關係 你就是回答 有參與之後 其實我讓你們舉手 剛剛舉錯了 有一個好處 你會蹭起來 你會說 事實上不對 老師你要說一道理給我聽 所以接下去我再問你們一個問題 請問你們一生 你問你自己 我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 自由 幸福 快樂 我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 自由 幸福 快樂 快樂 對啊 有人很誠實 對啊 很好啊 還有沒有舉手 還有沒有舉手 沒有舉手 是怕還是說有其他答案 怕舉錯了 不用怕 但是我的答案是錯了 你說 許老師 這怎麼不對 這個 嘿 自由 幸福快樂 是大家不對 對吧 但是我 你要聽大山老師講道理 對吧 錯了 錯在哪裡 兩件事情 第一個它是形容詞 對不對 自由 幸福快樂 當然是這種感覺 第二個 它是副產品 它不應該是你主要目的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如果有一個醫生 他說 我以賺錢為目的 這種醫生 你看看嗎 不敢 這次會好看幾次 對吧 這樣沒錢 要怎麼看 他不會理你 因為你沒錢 以賺錢為目的 醫生不會去看沒錢的人 是不是很現實的問題 但是如果有一個醫生說 我這次人就是要服務病人 給他得到最好的醫治 就看他已經目標對了 對不對 因為這樣來得很多病人 因為來得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大錢 這樣對不對 你知道我要說的意思嗎 當你把目標設對的時候 這些賺大錢是伴隨而來的副產品 你目標設對 比如說有個女生說 看這個帥哥我要嫁給他 因為看起來好像可以帶我 給我自由 幸福 快樂 結果嫁給他之後 發覺都沒土壇 整天都沒法面 撩連 離婚 再換一個 這個好像可以 這個又不行再換 這樣對不對 不對嘛 你照理說是愛一個人 兩個人一起結婚 要努力的工作 便手自足 建立家庭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官 媽媽該做事情 生了小孩子 小孩子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爸媽走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坐在一起 享受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它是一種感覺 當你把每個人責任都進對了 之後做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我要講的意思是什麼 台灣人就是這樣 誰館都好 有飯吃就好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我這段話 就是要說給台灣人聽的 你不可以只是為了 吃青菜人家做你老闆 或者找錯你的認同 這怎麼會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快樂 得不到的啦 你對球 所以剛才行手的人 都是追求感覺的人 對不對 對啊 你必須要承認你過去 真的是追求一種感覺 這感覺永遠不會到來 因為你用的方法錯了嘛 是不是 你approach這件事情的方法錯了 就是永遠得不到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台灣人如果不把自己 真正的identity 真正的認同自己的身份找到 永遠得不到自由 幸福快樂 你一定在後悔悔恨裡面死掉 真的啊 我沒騙你啊 我這段在法庫 用中華民國名義當總統的人 我請問你們這一群執政者 以後你怎麼面對台灣的未來 你怎麼對小子小子小子 說台灣人是什麼人 你講不出來嘛 你還在用中華民國這個小子 把你放在你身族上面嘛 你對不起世世代代的台灣人呢 我還講 民進黨這些執政者 我跟你講 你對不起世世代代的台灣人 現在已經把台灣的歷史講這麼清楚了 你不是中國人啦 說到白就是這樣 不要再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來做總統了 你應該揚氣中華民國啦 整個彈丟嘛 那不是你的嘛 他是怎麼這麼 我們是比這麼這麼這麼 你想要拿到他身分證 你就去做這麼這麼這麼 蔡英文你怎麼可能做這麼這麼這麼 說到白就是這樣 你是一台去把我們台灣人 政議員比台灣人這麼這麼這麼 說到白就是這樣 你們應該有 那一群現在在民進黨裡面 當官的裡面 要有一個良心 美國說他要拜法法 來解決亞洲的所有問題 賣露是賣什麼露 國際法戰爭法 那是這樣底下 你怎麼可能再讓中華民國 這流氓政府 在台灣能夠就地合法 不管你用什麼民主選舉 民主選舉的前提就是要合法 在你整個對戰領執 不會混在一起選總統 這是莫名其妙 OK 來 再繼續講下去 來 台灣史解碼混亂跟 這張圖沒有人看得懂 這張圖沒有人看得懂 這個呢 看不懂舉手 看不懂的 怕手 都看得懂的 看不懂的 怕手 不要客氣 你真的還假的看不懂 你都最高最久了 看不懂的 怕手 你們不舉手 是不是就是看得懂的意思 看不懂 下課再說 我不解決個人的問題 我今天 網路再看 我需要回答 讓台灣人首先要抓重點 把整個台灣的結構講清楚 當台灣人頭腦聰明之後 清楚之後 才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OK 來 看這個豆 我知道你忍很久了 對 看這個豆 對 來 還是要回到我們的正題 你們大部分人都沒有舉手 表示你們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請問你 他是畫飛機搭拋嗎 不是嘛 大家都搖頭 你們看得懂 請問他是畫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男生 可以看不懂 男生 畫幾個人 會不會算 幾個 可以算嗎 現在上面 有五個人 很好的 我覺得 他人看不懂 走 想看不懂 對 你看不就 看不懂 看不懂 他 看不懂 看不懂 她是谁 玛利亚 这个海 耶稣的妈妈 整天都在做什么 这不是啦 维纳斯啊 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维纳斯 你看这个海啊 这看不出了 大家想看有结果吗 请问她是什么 天使嘛 对吧 请问她在做什么 你就看不出了吗 她在做什么 现在她在做什么 好在你们英文都看不懂 要不然你回去看这个 她在放晒 她在放晒 大号啦 The Toilet of Venus 1751年的时候画的画 大家想看有结果看不出 你想看不出结果看不出 这是什么 这就是立体画败 皮卡索有画 1907年你阿公阿嬷做那园画 你看不出呢 很害怕 对吗 我解释给你听 什么叫立体画败 这是不是一罐水 一罐水 这是不是一罐水 这是不是一罐水 这也是一罐水 这也是一罐水 那一定要怎么看 不用嘛 我怎么看都是水嘛 对吧 意思就是什么 时间 我看我这个人 我一定会这样看 可以这样看吗 这样看也是我 对不对 不一定要这样看嘛 对不对 所以时间固定 所以你观察点改变 就产生了不同的面向 对吧 我平对这里看那些 对这里看 角色会变成立体画败 你知道吗 这是立体画败 解码了 我帮你解码了 你透过我跟你解释 例子 咱要发生什么事嘛 对吧 来 我目的是在讲这个 不管你是写实 写实就是观点固定 你不要再有啊 有了一些照相就灰了 对吧 但是立体画败 是让你时间固定 一直到处看 把它放在一起 有立体画败 这叫极端的立体画败 不管怎么样 这三个画 都有一个原则 是叫什么 你如果要画一点透视 就从头到尾一点透视 你如果要画立体 就从头到尾一点透视 对不对 那个英文字叫做 consistency 一致性 来 我再讲一下 这个不一致的话 就产生这个 又是立体画败 又是写实 都蓝色的 看不见 consistent叫一致性 我为什么要讲一致性的概念 很重要 来 法则是什么东西 法则叫做放诸宇宙 宇宙 都赶快斗立 是什么 比如说万有引力 是不是 两个东西在一起 会互相keep in 对吧 宇宙中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哪里都是一样 叫做consistency 一致 那我问你 在地球上是不是有地心引力 我不管你地球哪个地方 一定会受到地球引力影响 所以 你要在地球上面 替你们国家写建筑法规 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到 有地心引力这件事 是啊 你要建多少高的房子 就要多少的地下室 建筑结构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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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系数 结构要算 对吧 不然就倒掉 倒掉就让人倒霉 所以你只要活在这个 好作曲 这个法则的系统里面 你就要遵照这个系统 对不对 你如果要写明法 随便讲 你要写明法 你是不是要尊重到 人要传宗接待这件事情 人都要生疼 所以你要保护婚姻制度 对不对 要保护家庭 保护儿童 你在写明法的时候 就要顾虑到这个 为什么 人要生 你如果不写这个 不保护这个 不按照这个法则的话 人类会被灭掉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法律 都要根据什么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来 给一个简单的概念 这叫做law nature 就是自然法 在自然法的基础上面建立 law of war law of nation international 国际法 战争法 万国公法 是在大自然的法则上面 有建立这个法律 在这个法律 在建构每个国家的 constitution 宪法 在宪法上面建构 你所谓的民法 刑法那些东西 所以法律是一元一元 built up 最终你就是要尊重 这个宇宙大自然的法则 对就是对 错就是说 公平就是公平 要保护人类 你知道吗 那你如果做违反大自然法则 是谁倒霉 你一零跳下来是怎么样 你可以违反自然法律 不可以 你一定是温习的 对吧 所以 一样写人民的法律 也是要尊重这个 大自然的法则 因为这样我们有了 国家跟国家之间 规范的法律 之后才有这些东西 所以中华民国体系里面 永远也不会想跟你讲这个东西 没办法讨论 因为它在这里是违法的 他把你抗在里面 不敢走来这 所以因为法律 没有在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要探讨这个问题 中华民国就是六王政府 就要回家 中华民国宪法不可以实行在台湾 中华民国不可以在台湾选总统 你们选来都是假的 这样知道 来 法则里面有两个字 一个叫做Consistency 一致性 一个叫做Integrity Consistency是什么东西 因为法律有一致性 所以我们把美国鼓才鼓的贏 鼓的贏 鼓的贏 我只要逼美国先承认一件事情 旧金山合约到底有没有效 你的法院说有啊 有效啊 根据旧金山合约里面 你是什么人 我是主要占领全国 你如果占领全国 你就要怎么样 按照战争法来对付 被占领地台湾 大日本帝国台湾 对吧 你想怎么办 他说我现在交代百人去管 你想怎么办这些人 在台湾违反战争法 日拜把我们台 叫我们人去做兵 改我们的国籍 改我们的语言 改我们的所有东西 叫我们去抽水 这都是被占领地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还叫我们去买武器 每一行做到够 都违反 所以叫我占领国 现在国家害怕什么 美国法院判出来 台湾人是什么人 活在哪里底下 我给你一个图 我不晓得这张图 有没有在我今天的这个 这个里面 我不晓得有没有 这张图看起来有点恐怖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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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这张图 来来来来 那我退回去 好 没关系 美国法院说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烈狱底下 上面叫政治烈狱 你知道吗 烈狱 你知道吗 烈狱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什么叫烈狱 非常幸福的生活 不是 烈狱没有那么简单 烈狱是天主教的一个名词 它叫做Pertigory Pertigory在天主教是一个 天堂上不去 地狱下不去的地方 叫做烈狱 知道吗 烈狱 当然不知道 当然也不认为自己活在烈狱底下 我先跟你讲 什么叫烈狱 就是已经被上帝选了 可以进天堂 可是你还不够格 他就叫你一个地方 在地狱练到有狗家 在地狱练进去 那叫做烈狱 但不至于下地狱 地狱更可怕 那叫做烈狱 还有希望的地方 但是你现在不够格 所以在里面很辛苦 就是这样 台湾人明明 我们已经有淘宝的机会了 一定会被选了 但是你现在还不够格 台湾人还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也不认同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产民 所以你在烈狱底下 地狱的人来 去投票就是烈狱 去投中华民国的票就是烈狱 孙爷总统就是烈狱 讲中国的就是烈狱 你知道吗 人中国人做你老婆 就是在烈狱底下的生活 因为你自己真正的身份没有出来 你现在是用别人的身份 在过日子 是不是在烈狱 很惨 美国人 北人看 法官看得很清楚 我们自己看得很清楚 不会啊 日子过得好好 有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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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不不不就是输了 输了这个诉讼 对吧 你讲的跟你的证据不一样 所以我们工坊的双方都在讲这个 所以我在美国说 你是主要占领权 是怎样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违反战争法 所以美国一定会做什么事情 帮我们成立民政府 要按照战争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在那一次里面 透过法院的判决 而且确定了台湾人的身份 台湾人到今天没有国籍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里面 台湾人没有自己的政府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被人家承认 这一行一行都说 要说得很清楚 台湾人还搞不清楚 所以美国叫我们是怎么样 可是那时候我们 法院判决赢了之后 美国说 美国说现在尽管要交给你 美国说你不够格 你问为什么 你的ID给我看一下 所以你的身份证拿出去 中华民国 对吧 你护照拿出来 中华民国 对吧 你只能证明你是中国人 你没办法证明你是 比较低的台湾人 所以这个身份证很重要 我们发这个ID 是美国跟我们做的 不是我们自己 大主大主要做的 ID证明你是被占领地的百姓 所以美国迫使 要用战争法来保护 我们有我们的权利 战败者有战败者的权利 不是你亲才可以来 这些国际法大家都公认了 美国愿意按照法律 就是按照这个法律 来执行对台湾的责任义务 要把这流亡政府拿走 不可以当你的国家 所以你的ID很重要 证明我是大日本 我们帝国被占领地的百姓 依旧有受到战争法的保护 你如果没有这段没效 你现在你是中国人而已 来 现在还要说得比较快的 时间不够 所以史观重不重要 历史观 这些年轻人真的要说 老师我主持人就对历史 都不幸福 你不要跟我说 但是我跟你说 历史观很重要 历史观就是这样 一刻你要把你洗脑那一头 史观很重要 关键也会影响 台湾人的立场 立场会左右选择 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 行为会决定台湾的命运 就说的很简单 民进洞的史观不对 所以它会影响他的立场 可以召参中动 参中动左右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 选择站在中国那边 逼都中国人 选择产生行为 行为决定台湾人的命运 就这么简单 再讲一次 史观很重要 观点影响立场 立场左右选择之后 产生行为 行为决定台湾人的命运 上面就是观点 你写例子一定有观点 男生有男生观点 女生有观点 北美白人有白人的观点 北美有印度亚人的观点 請問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現在的觀點比較重要 有實力的人決定嘛 對不對 今天的歷史是北美的白人在寫的 印第亞人剛剛也影響到美國的歷史 不會啊 他只是變成一個附著的 這邊有一群人住在這邊有他的觀點 所以是強者決定的嘛 對不對 觀點不一樣會怎麼樣 有一個女生剛結婚 剛結婚 她有一個插彩 表現給老公看 給你老公坐一下 採這個放 老公坐在那邊等 太太說你先吃 老公什麼先吃 我們家都是大家做定位在開動 沒有啦沒有啦 你先吃 沒有 我們家都這樣 我們家做生理沒那麼容易 先吃 我先傳你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對不對 為什麼 每一個人都把他從小到大長大的觀點 帶進婚姻裡面 兩個觀點不一樣會怎麼樣 吵架 吵架怎麼不行呢 沒關係 協調對不對 像家長都來到最後 國不中離婚 這個是觀點不同產生的結果 但是 我跟你講 國家跟國家觀點不同 不是離婚遵守 那是戰爭會死人 一人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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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像敘利亞那邊 那邊走在其他國家 竟然靈體 對不對 所以觀點重不重要 決定立場 立場總是選擇選擇產生行為 我現在就要給您新的觀點 來 這過去我們都沒有的觀點 我現在就要給您 以前我們日本人生 我們過去的歷史 你都沒有說到這塊 我現在就要說 說到這 我的時間不太夠 我看看 來 我先講一小段 人的本質 你當時知道你這個人存在 在世界上 剛才媽媽那時候 媽媽在頭一刻跟你親 你接觸到你以外的存在 你就開始有 喔 我很重要 再來弟弟妹妹跟你玩 再來爸爸媽媽跟你玩 再來家裡的成員跟你玩 所以你的參考點 你的參考點越來越多 你就越來越有怎麼樣 參考點你的存在感就強 對不對 存在感的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就很有競爭力 以後會成功嘛 對不對 但是你在過程當中發生事情 你哪個出席的時候 在那一號 八頭一號 啪 給我滲水杯 小孩子會嚇一跳 所以我過去到那育幼院裡面 帶一些食物餅乾 跑去慰問他們的時候 辦遊戲 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但是只有一兩個小朋友 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來 為什麼老師說 怎麼回事 他說他們都是受虐兒 主持人給我人在大 也就是他在形成他個人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虐待 所以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存在 覺得很可能 我說台灣人就是這樣 過去我說我是台灣人 叫你滲水杯 我台灣人說台灣人為什麼不對 發車 發錢 對吧 就是台灣人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否定 沒時間再灌個幾個名字給你 什麼名字 你是中國人 對吧 那不是啊 幾個名字 我說幾個名字 過去 聖經上有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地方叫格拉森 這地方是天然石灰岩洞 很多一塊一塊 人死了 沒有寶寶等在裡面 很好用 你知道死人坐在哪裡 什麼坐 魔神坐在哪裡 魔神坐在哪裡 出什麼事情 鬼附身 有一個年輕人被鬼附身 整天不穿 什麼樣子 走來走去 村裡面的人 鐵在哪裡拔起來 拔不動 再撞下去 那時候耶穌來了 亞蘇來了 看到他 那些年輕人 搶在頭前說 喔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怎麼不夠 你現在就來什麼 純白教我現在就下地獄 耶穌沒有跟他講話 跟他問他一句話 你叫什麼名詞 那些年輕人 說不出來 結果而已 他講一句話 我叫群 一群一群一群 群 嚇死 為什麼 鬼替他回答 因為這個鬼已經坐著 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說不出來 鬼替他回答他的命 耶穌說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這個鬼就 亞蘇也相對 掛著就走出去 走在旁邊有 兩三千頭豬 豬被鬼附身 都從海裡面淹死 這個年輕人 鬼走後就撞起來 撞起來後就知道自己的命 三個錢都回來了 過期人問你什麼人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被鬼附身 真理如果撞起來 那個嫁就要走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法理就是真理 真理撞起來 中華民國的流行政府就是嫁 不要跟台灣人騙你都要走 對不對 鬼仔就要走 竟然換走 讓真理換走 我們現在台灣民進府 法理撞中華民國的流行政府 就要走 可是撞起來 我還會撞起來 什麼人 黨基 兜頭 就是中華民國這座 中華民國國國民黨裡面 本党牌 台人 民進黨 這座 以前在那座醫院裡面 有吃穿喝 分好處的 都賣給她走 中華民國繼續留 繼續選總統 繼續來分配五官 文武百官 是不是 是不是 現在很理解 台灣法律已經抓了 你是什麼人去抓了 還在玩這個嗎 台灣軍在出發 你這個人一定要馬上加入我們 這才是台灣人 聽到法律台灣人的反應 怎麼那麼好 你說這不行 怎麼都不要來頭 有關於你真正的身世 人家跟你講的時候 你應該很高興才對 原來我是這種人 說到身世 我們直接說到一個東西 我們過期的事情都不知道 現在一行一行告訴你 那個我開始放照片 這是過期的 大清帝國 右半邊不是嗎 大明公 證人公降臺灣 結果十小塊 來 讓你看看以前的日本時代的事情 大日本帝國 台灣歷代總督 這是過期的都沒有資料 1945年 你看 一代總督 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任領台善後 這是1895年 大日本帝國打敗大清帝國 台灣澎湖各地 日本一步一步跟你改造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的過程 有不同的總督來台灣 天皇命令總督來管他的地 你看看 朱瑞捷免預告 地方官制 第一任是華山之際 也尚比 蓋孫 蓋孫女照照相 第二是貴太郎 明治29年 1896年 這個 再來 乃木西典 這個 鵝魚元太郎 這個 厚騰新品 歐多新輩 以前是民政長官來管的 因為他是將軍 所以比較沒時間都在做 第四代總督 警察 私域官養成機關設置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事業 立即調查 大小租捷地方規制 自訂 基隆及高雄竹港工程 全島道路鐵路建設 便宜10間 醫學院開始設立 台灣銀行創立 財政20年計畫 財政獨立計畫 預定明治28年完成 離災救助基金實施 祭司工業設定 殘滋 白腳不能再白了 就是台南機場 塘業 很多事情 日本與台灣做很多事情 再來 你看 過去大清日後對台灣建設 我告訴你 中國來台灣做幾個事情 Transe 起床 起床 抽水 貪污 這一點嗎 起床 起床 抽水 貪污 你要記住 如果你真的建設台灣 下課再講 你真的有建設台灣 時間不夠 有撥款 你到上網打日文 如果要接一支人去打 台湾思想的惡化只是在東京的留學生的那幾個 台灣的思想的惡化 在台灣沒幾個 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 但是社會很危險 但是一般的台灣人是非常的順利 你可以來不用煩惱 說了一句 以前大清美國通在台灣那時候什麼事情 大清眼中台灣人是什麼人 男無情 女無義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吧 那是很難管的地方 很後悶的官司派來台灣 沒有人要來 家眷也不會來的 是爛地方 但是為什麼一般人來了 台灣人怎麼會改 說得簡單 你是女生 過年回娘家 娘家問你 你日子過得好嗎 你如果為了愛民主說 真好 但是那辦事就流來了 對吧 那個騙不了人 你如果人家夫家真的對你很好 你會很高興 很自然 真好啊 不是就帶我去這裡 對我真好 應該是很自然 所以人們問說日本時代過得好嗎 問你老婆老婆 阿公阿嬤都知道 真好啊 日本時代管得很好啊 這倒不是 那是發自內心講出來的話 你要逼日本時代人家說那賣 沒辦法 大部分人家說黑羅日本時代 對吧 所以我現在就說 那時候台灣人是怎麼給他管 你對你好嘛 對你一敗當然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嘛 對不對 你大清給我做殖民地 日本人會給我對付嗎 這是什麼呢 一九二幾年 一九三十年 台灣人呢 我跟你說 你們在座各位男生女生 沒有一個人 穿衣比比較好 你現在阿公阿嬤做的時代 穿衣服 你看男生帥 女生穿高級的法國定制服呢 你上面的裝飾 那是鏈子 衣服都是很漂亮的 你們在座各位哪一個 這留學美國的 歐美 我同學錄 同學錄拿給你看 岩水龍 岩春 無錫 科維 貴媽生 剛才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剛才什麼時候在 佛羅倫斯 美國的U of Illinois 你看U of Columbia 巴黎大學 日本時代 1920年 你看 20年到25年 去美國留學 過去台灣人在出國留學很多 我跟你說 你看 這日本統治 大清是很厚的 現在日本人 1943年 在你沒有多久了 1099所 小學生 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 普及率 那時候已經到了71% 你看 有公學校 小學校 國民學校制度 台灣大學 統計 那時候出國留學有20萬人 台灣人在多少 600萬人 20萬人出國 有厲害嗎 那時候的台灣人是這樣 長相也不一樣 我跟你說 來 裡面有一個出國的台灣人 叫黃條金 那時候美國人說 你們是什麼人 我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不對吧 你日本人嘛 那不是 怎麼變成中國人 好 我們就查他的背景 因為黃朝琴 政治學 對嗎 日本人 最後跑到哪裡 南京外交部去做頭路 在台灣人 日本國籍 怎麼會招聖南京外交部 就是他認同中國嘛 做不到台灣人就是他嘛 以前做審議會議長 代表台灣人說的 我說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你說你做中國人這麼好 把你當作中國人處理 所以中國人把你抓去做兵 應該嘛 把你抬他應該嘛 你就中國人嘛 你如果那時候 我們老公阿嬤阿嬤那杯 在健白的時候 堅持說我日本人 不會今天在那幾場 不會認同亂成那個樣子 對不對 我健白 我日本人 沒有你敢對我 對不對 因為 中國人跟你騙嘛 做起來做什麼好嗎 你都記了 拿他的身份證都記了 早有今天日子 來 繼續再來 那我們準備放一些影片好了 我這些都是沒有時間 我們先看影片 影片之前我要先介紹 這是以前的大清1885年的時候 我會說去世紀廟到水潭屋嘛 以前大清統治 馬接博士來台灣前十年 1895年 1885年的時候 美國人 美國人 加拿大人 後來 日本統治之後 剛才那時候變成這樣 日本統治以後變成這樣子 日本是台灣的 台灣 你看 差別有多大 過去我們是這個 大日本帝國的軍隊 你看 以前台灣人是這樣 摟著肩膀一起走在街上 為什麼 我們是同一種人 才有那種認同感 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不團結 因為裡面有兩種人 在哪些人 在哪些人 中國人跟台灣人 永遠也合不在一起 因為 白白是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人 走在天上 走在肩膀 一起走在橫陽路上面 遊行 所以台灣人 走了有這種團結 同一種人在團結 為了這個土地打拼 你看 過去日本時代是這樣 看圖畫 你看看 這頂大學先修辦人節 念排句 念詩 你看 有一種 好像劍橋 牛津學院 像美國長春人學校做滑船隊 你看 上課的樣子 那一文實在 你看 蘇姆 蘇姆 柔道 劍道 以前家裡生女兒就看了 李余姬 那一文女生 訓練也是有武術 武術 花藝 茶藝 裁縫 烹飪 北女的裁縫客 那一文實在 你看每個都有氣質 這橫陽路下的相片 你看 你看 台灣博覽會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日本之後 這個照片從這些地方拿來的 來幫我放一下照片 我們待會很快就要放影片了 沒有 先看照片把它看完 因為照片會更強調這個 我今天可能稍微久一點沒關係 基隆 你說 回到最前面 這個要回到最前面 幫我拉到最前面去 我會跳快一點給你們全部看過 很珍貴的照片 基本時代你們不可以看過 對吧 來 這是頭前 我說去世紀不出世代物 這是什麼 大清帝國的時候 清條通帝的時候 這是什麼 檳榔西施 不會檳榔啊 阿嬤在加檳榔在賣檳榔 很可怕齁 我會說檳榔西施都應該找阿嬤去賣 不能叫辣妹 檳榔人口就會下降 對不對 沒有人覺得坐阿嬤 每一次去賣 就要看阿嬤的臉 不要想 不吃了 算了算了 跳過 西鄉重道 白牡丹色 那時候我們的國燒中有一個習慣 叫出草 就是跟人家的頭倒起來 那時候很可怕齁 所以你看 後來日本軍順番制度後 很多高砂主義勇士在這裡 日本軍官在頭前 每一個手都抓著什麼 鐵鼓 鐵鼓上面都倒什麼 不是菜肚子 你看到很少 人家的頭 鐵鼓上面都倒人家的頭 怕死 那時候嘉年華會在跳舞 唱歌 小朋友在看老前 你看那輔助的手上面抓著什麼 那個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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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高砂主義的女生 教她射擊最新的武器 教她 你看 這都是日本軍官 這都是頭目 頭目的軌腳 鐵腳 那個都是人頭 平補足的六千多顆 日本人三十多顆 怕也怕死 所以 小錢軍官很小孩 那時候高大學衝到學校 日本人要教育台灣人 但是台灣人 那些反抗 不要 不要就是進去學校殺學生 那這一群是生還者 一個日本老師 把他們放在糞坑裡裡 把他救出來 其他照片太殘忍 不給你們看 你看就開始學上課 學語言 因為日本天皇合法取得這個領土 你又要變成他的臣民 要受教育 要受最好的教育 日本第八年代進來 你看小孩子開始畫彩色的 蠟筆畫畫 你看後來就變這樣 好像都歐洲 從那個落後的起床以後 你看這什麼 第三高路 我媽媽這個學校畢業的 第三高路 日本時代 你看那女生每個都漂亮 你看看面穿 女生每個都漂亮 哪一個不漂亮 又有氣質 我跟你講 帝國的教育底下 小孩子就會變這種臉 你變難民教 又變難民臉 就這樣子 鐵路 鐵道旅館 北女的 裁縫客 這樣 哪裡 你看那種 那種 中國人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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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你怎麼處理餐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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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別對我華山小學對上南門國小對抗賽 我手邊有幾百張台灣各個地方的棒球 國小對抗賽 只有這種水準的國家 照可能後來打到甲子園 口試園去打決賽 你是一個全民運動 照一罐水準 不是用棒球隊用棍子打 那是醜化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日本時代的那種 台北市公車 台北火車站的前身前身 超山 鋁舍 溫泉 建中的學生 以前建中的學生 歐洲嗎 不是 台北火站出來的 台北博物館 沒有人在殖民地蓋博物館的 北斗 台灣博覽會 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 國標舞 我找鄉下 新竹竹東鄉 那時候出山石油 你看 鄉下 日本老師來 教小朋友 新竹 台東 台東那時候就是這樣 那時候 我們的大日本帝國海軍 靠港的時候吃飯 台東有水嗎 綠川 台東旗 日本天皇來巡視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 以前都在台東 京都出口 日本時代 你看人人穿的衣服 還有家庭人在穿衣服 日本時代 你看 神社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是這樣 台東秋天 台湾那麼小哪有偏遠地區 彰化水源地 每個家都有自來水 台中旅中 日本時代就是什麼 台南 你看 台南示範學校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 日本天外來巡視 海軍陸軍 高雄 你看高雄 從軟式棒球隊 都有很多 你看以前的高雄港 日本人最好的 準備要放影片 你看UGM 你看出油 塞車整個花出去 要放影片 我們要跳快點 影片跳快點 結束掉 前面照正常 以前的影片 以前跟他修平 大九年4月17號 馬關條一簽訂後 台灣歸屬我國 就是大日本帝國 執政40年之後 拍了影片 做一個紀錄 做了哪些事情 做什麼 新興的奶奶 你看 現在台灣人很像 很早一般的樣子 現在很像 總督史真寺 40年後 在台灣 改曆前 台灣被清朝政府 當作化外荒地 台灣的居民 被當作化外之民 之前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自立 同化 變成帝國成名 成效卓著 改曆不到幾年 就開始做什麼事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 理番 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軍事方面 都改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蓋起來 皇室一視同仁的恩責 從殖民地後來 變成 日本的娘頭一部 你們要會看影片 有夜景 一定要有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配電 才能供應電量 台北九跳一下這邊 直接到那個北投 到北投 這個地方可以 總督府這邊 他在下來 台北九天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 總督府 總督府 交通鐵道部 這裡是郵政總局 這裡是郵政總局 對面就是 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都是日本時代創造的 有時候日據還跑來這邊取景 在日本時代 總督府官邸 一大地方 所以你看那個建築風格 都是一致性 圓圓 圓圓 著 庭主著 草山 早 絲 自然 有 現在我總督府以北 衛生服 這是橫陽路的地方 現在又是一樣 沒辦法 公車 台北市公車 這邊稍微跳一下 這鐵道旅館 這車有人力車 還有Caxi 計程車 也有試營公車 這在形容台北市 這邊是那個 明治橋 我馬上去聽一下 應該是橫樑 明治橋頭前面就是錶餐道 道上面就是神社 日本一台的神社 台灣行車 台北工會檔 再來就是博物館 那種有漂亮嗎 日本一台台 台北放送去電台 每天兩個音 日記跟台記放送 北投的商品成業館 植物園 千公神社 這裡跳一下 這裡跳一下 相較於大清時代的差很多 那就是七星的七星 七星的七星 阿嬤八星 你們不要看過 讓你們看一下 你看 大清以前八星的 還跳一下 敵化街這邊就跳過 那就是跟 對照組 就是大清通敵跟日本通敵 有什麼差別 現在往前跟北投溫泉 北投溫泉的日本人 那時候把它送去 再來這裡 高爾夫球場 那時候淡水高爾夫球場 那時候淡水高爾夫球場 已經做好了 最漂亮 再來新鐵 這也跳一下 好 我們直接說到茶葉 新鐵怎麼做茶 你看 貝奇的做茶 淘金當然是手工 再來 茶葉 你看 日本時代有自動化 那種機器去 去創茶葉 自動化 你看 生產線耶 每個頭髮都綁得乾乾淨淨的耶 日本時代的阿嬤那時候就是這樣 製造生產 挑茶葉 裝 包裝 輸送袋 日冬紅茶 現在還有喔 日冬紅茶還有 看哪一天回到台灣來 好 現在去台中 台中給你們看一下 台中以前是很漂亮的喔 喔 日本時代 中部的首都 台中市 香蕉之部 你看 以前的綠川那麼漂亮 你看 有什麼 新興的城市 你看 看路燈 這金錢耶 那時候彰化銀行都有啊 台灣的京都支撐耶 那時候台中有台灣的京都支撐 因為很漂亮 台中的周廳跳過 讓你們看一下 大家知道嗎 台中的工夫 那時候就在噴水底了 好 現在說起來日月潭 主要台灣的電力 是日本人一直把日月潭 那個基礎建設做後 產生24萬千瓦的電力 南北配送 台北高雄 都有 來 再跳一下 你看那時候高壓電 南北在送 你看 來 再跳一下 台南這裡跳過 直接看那個 喔 這是嘉義 嘉義那時候也很漂亮 再來 再跳一下 看糖廠 糖葉也是很重要 日本人那時候做糖葉 好 好 來 再跳一下 我們看糖葉製造 那時候糖葉是重要的產業 因為要做煉乳 還要做罐桃 所以你的水果就透過糖 你看 那時候 用季節化來耕耘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不是叫人 不是說牛 那時候就是這樣做 生產很多大量的糖 是靠 還可以做什麼 工業酒精 可以做的燃料 像先進 那時候就是這樣 好 再跳一下 看他的實驗室 我們跳去看他的實驗室 你看 糖葉試驗所都起來了 做研究 做成酒精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做什麼 像什麼 做實驗就要穿白桃 沒有在卵蘇來 烏山頭水庫 這也是對台灣農業很重要的 加南水菌 很重要 因為台南州裡面 10萬 15萬魚甲的水源 都去扣這個供應 本來到座沒那麼久 現在可以一年三季 就是扣這個 米、甘蔗 這都扣這個 現在去抄口 高雄 再看一看 高雄那時候的飛車 那時候的買頭 已經是很先進 你看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最準 和雞人港 兩個 再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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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高雄港 那邊 工廠都是整整齊齊 再跳一下 那時候 祭典 不是日本喔 這裡是台灣喔 內地到基隆也有 輪船 六艘大亂高 豪華郵輪 有可貝出發三昼夜 來台北 定期航路 豪華版 還有飛機 還有飛機飛航 地下電纜 OK 直接跳到那個人 好 這邊看一下 我們高砂組的也要看一下 有大學的 有專科的 都不一樣 做警察 做老師都有 高砂組 好 相信這些資料應該給大家很大的震撼 好 來 我今天這課上到這邊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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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